近日,舒华在MMTGYouTube频道宣传新专辑Queen Card后,卷入了一场态度争议 采访一开始,舒华就用半语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,没有使用正式场合的标准境遇 此外,当被问及过去的社交媒体帖子时,他口直心快地回答说,你想让我做什么 在整个片段中,舒华的举止被认为是不屑一顾和没有诚意的 当主持人问他,听说你想尝试演《目光之城》这样的青春片,你能不能把我想出来的电影的表情做出来 舒华更直接表示,我不喜欢这些类型的请求 因此引发观众讨论,认为舒华上节目的表现缺乏态度 但对于这件事情,节目组都出来澄清,舒华并不是没有礼貌,反而增加了很多节目效果 在原视频中,当舒华不小心说了评语结尾时,舒华也轻易地说了,知道了,反应也很好 且后续,节目组宣传也用了舒华C位封面,并发IG,舒华为什么突然说评语,是因为文明特快很舒服 众所周知,舒华的个性呛辣,应对酸民的恶意批评,更是会毫不留情地骂回去 对比那些默默承受的爱豆们,很多人都认为,率真的舒华个性更加吸引人 但也成为了让他成为黑红体质的特征 对此,大家对于这种性格喜不喜欢呢?欢迎留言 爱豆韩社,美尔姐说最新韩语,欢迎你赞和订阅哦